18号包括韩国在内的多国央行宣布降息 与此同时美联储官员仍在释放宽松信号 进一步暗示月底降息 多家央行降息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CNBC叶文多从新加坡带来的观察 最近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关键词之一 就是降息 降息 降息 在美联储月底降息几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 其他央行纷纷抢先行动 以防受到冲击 韩国央行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到1.5% 这是韩国央行自2016年9月以来首次降息 仅随韩国央行 印尼央行也宣布将7天逆回购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到5.75% 随后南非央行也宣布将关键利率是下调25个基点到6.5% 同样是在18号 乌克兰央行也宣布降息将主要利率下调50个基点 这部完全统计 今年开年至今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近20家央行 采取了降息的举措 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国会证词强化降息预期之后 全球央行降息趋势可以说是进一步凸显 新一轮的央行降息潮也已经开启 而在隔夜市场上 美联储官员仍在对外释放宽松的信号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交易预测在本月底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 从34%大幅提升到了59% 全球地利率环境有利于部分新兴市场的资产 新兴市场的股市 债市和货币都有望行来短期的利好 但是更为长期的表现仍然取决于经济状况 与此同时 重回宽松的风险则不容小觑 比如说风险偏好提升 借贷过热等等 对此国际金融协会和国际清算银行 都已经对过度宽松带来的风险做出了警示 那么现在国际市场最为关注的问题 就是中国央行的行动 是跟随进入新的降息周期 还是保持定力 按兵不动 我们将和全球市场一起 对此保持密切关注